大家好 歡迎回來Tag Hit 我是KiO 今天繼續蓋上廠房的生產線 上次之後我仍然沒有動過 不過挖了幾塊礦物回來 所以應該可以示範如何使用鑽石管 我們現在要把礦物去黑色 我們現在按第一個要去黑色 黑色這裡就先放金 放了一塊金進去 現在金就要走黑色這邊 然後銀 鐵 鐵 石 會放一塊東西進去 其實就會用了那個方塊 或者那個物品 所以大家都保留幾個來分類會比較好 然後第二行 最裡面這個是鐵 黃色是鐵 鐵放在黃色 然後下面黑色是什麼 黑色是什麼 銅 黑色是銅 銅在這裡 然後石就是綠色 石 好 然後我們就要做另外兩組 就是金和銀 咦 不是黑色 銅是藍色才對 銅在哪裡 和銅是藍色 黑色和紅色就是金和銀 那怎樣放呢 中間就是這個東西阻礙了 那現在呢 我們先放了裡面那個 那... 那... 放在哪裡 石頭 那有元素我還沒想到怎樣放 呃... 要這樣 應該是 應該是 會不會撞呢 應該不會 那... 攪水機放在這裡 然後... 木... 木運輸管 然後... 不知道卵石可以不可以 會不會撞下去 呃... 卵石就... 會... 會撞到這部機器旁邊 那... 呃... 去到這格的時候 卵石就會跟這個石頭撞 所以就不用得卵石了 那... 我們在這個位置 裝回另一個電磁爐 那... 那就... 呃... 金或銀也沒問題 應該裝上一格 那... 那... 呃... 裝上一格 其實... 好像不用拼這麼長 真的 然後... 咦? 然後噴石... 噴石機不見了 就... 放了去充電 那就... 唯有這樣弄著 呃... 這樣... 然後電磁爐放在這裡 然後... 先用木運輸管 咦? 還駁了一個位 那... 要再前一格 那就... 拆回去 放前一格 就這裡 然後... 木運輸管 然後... 石運輸管 那... 就一直... 咦? 為什麼會進來這裡呢? 應該怎麼弄呢? 呃... 我猜應該放花格這個位置 應該可以 那... 還有... 我猜應該可以放下面這裡 那... 就... 跟這個... 連實 就... 應該沒問題的 對了 那現在弄了一個 這個... 金還是銀好了 呃... 這個什麼色? 呃... 紅色 那... 紅色就是... 金 那... 然後... 黑色就是銀 銀在這裡 那... 那... 好了... 銀這個有點麻煩 因為大家看到 一些... 線開始有點亂了 那... 怎樣放呢? 這個... 就放在這邊 那... 這裡有個... 自動工作桌 那... 上面這行 我猜應該是 那... 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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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過來這邊 呃... 這個又會連去這格 好像不可以 咦? 弄斷了誰 這個 咦? 為什麼會這樣呢? 等等... 這麼暖的 綠色 綠色是金 然後... 不是... 不是這格 弄斷了什麼? 呃... 黃色... 黃色是什麼? 黃色是鐵 真的... 這格 應該是對的 那... 都有點困難 這樣做法 這格 可不可以做前一點? 咦?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金 呃... 金這個可能可以再往前一格 那... 再往前一格 金這個 啊... 就... 呃... 怎樣呢? 好... 上米 但是... 好像還是會撞 算了 放回去 然後... 呃... 這個是什麼? 呃... 熔爐 就... 接著... 那些管就放在這裡 對嗎? 對 咦? 去哪裡? 我撿回那條石 營書館去哪裡? 咦? 糟了... 好像穩住了自己 然後... 這樣的話... 咦? 可以了 然後... 呃... 不是 也是不是 啊... 越整越暖了 那... 然後... 這個... 這樣可以嗎? 要退一格 還是要... 救命 很暖啊 呃... 不是... 重頭做過 重頭做過 那... 就是... 越整越暖 有事 下次就是可能要畫... 那個... 呃... 叫什麼? 那些... 圖出來先 設計圖 那... 呃... 說實話 這裡是用... 卵石的 應該是用木 對... 那... 我猜應該跟... 這格放在一起 就不會撞吧 那... 好了... 咦? 放進來 然後... 呃... 就... 應該用卵石就可以了 就... 呃... 怎樣呢? 咦? 要用石 但... 嘩... 好像又沒有了石運輸管 那這個時候... 去弄一點再回來 對... 那... 呃... 就弄了一些石運輸管回來 那我猜就應該直接可以搏去這個鐵... 這個... 這個... 整鐵的鐵運輸管那裏 整鐵的鐵運輸管 好了... 那就可以直接完成了一行 這個... 不記得金還是銀 那... 沒所謂的 應該可以的 然後就是... 最後... 這個黑色這行 那... 怎樣放呢? 剛才都... 完全沒有想過 好像... 就忘了要放這個自動工作檯 在這裏 然後就搞到... 好像... 那... 咦? 去哪裏? 金... 這個... 就... 呃... 過來這邊 不... 還是駁起來了 那... 算了 不弄得我這麽完整 不要弄得我這麽工整 對... 算了 那就... 弄出一點點 應該沒問題 那... 呃... 這裡... 對... 這裡就放這個攪水機 在這裏 會不會撞到東西呢? 下面... 呃... 咦? 我會撞到這架 前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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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撞這個 但... 很煩啊... 會不會呢? 應該不會 那... 呃... 放下在這裏 然後... 木運輸管 呃... 不是... 我真的會連過去的 呃... 算了... 再放出一格吧 雖然就... 不好看 不過... 那... 對... 連過去... 那... 可以進去哪個位置呢? 應該進去... 咦? 不是... 接著要... 熔爐先啊 還要... 接著... 呃... 怎麼放呢? 這裡 就可以這樣啦 放了下來 撿回去就... 這樣就... 應該要熔爐放在這裡 然後...呃... 木運輸管 接著... 再放幾個... 呃... 有沒有卵石啊? 沒有啦 那... 用這個石 那... 放下來這裡啦 然後...呃... 再... 在這裡放鐵運輸管 那... 就...呃... 應該... 咦? 那方向不用教了 那... 就... 對啦 整好了... 整好五條運輸管 現在就... 五個生產線啦 那... 這個時候就要... 放一些紅石引擎下去啦 那...其實這部... 這部份呢 都很麻煩一下 有時候不知道要放去哪個方向 還有... 好像已經沒什麼拉乾淨 也要去弄幾個啦 那...對啦 開這個 還有...呃... 接著放在哪裡呢? 這裡... 就... 不是... 不應該放這裡 其實... 可以放... 地下也可以 所以... 放地下都幾方便啦 有樣子 就是... 挖個洞放個引擎下去 好像有點怪 不過其實這個才是正常的做法 所以... 對啦 那... 呃... 這個箱... 都好像弄了不少卵石啦 還有... 我... 將... 很多卵石 變成煤 所以現在好像多了一種煤 那... 對啦 四個拉桿 然後... 然後... 呃... 鑽石稿在這裡 那...收到什麼呢? 我猜應該不用這個 分配運輸罐 應該沒用 暫時 咦? 那... 排好些東西 然後呢... 呃... 這個可以先拆掉 是不是? 拆掉 然後就放在地上 啊... 放在這裡 那... 下面又放... 那個... 呃... 拉桿 不知道這樣可以不可以 呃... 可以的 那... 放回那個... 呃... 這個... 原武岩磚 然後... 下一格 對啦 那... 就是這樣 放一個拉桿 然後放一個... 紅石引擎 在這裡 那... 節省位... 當然要節省位 不要用那麼多位 因為... 這些... 運輸罐一定會浪費很多位 所以... 那些引擎就要節省放 那... 有沒有位可以... 放不到那個拉桿呢? 那... 呃... 可以進去嗎? 又不可以拆掉這個 不過幸好還沒開始 所以可以拆一下這些東西 那... 放這個下去了 那... 頭三個應該搞定了 然後就... 就... 放在這裡了 咦? 為什麼向那個方向呢? 不是... 放錯放錯 要...呃... 放在木韻書館才對 那... 呃... 放下 然後... 木韻書館這裡 對了... 那... 那... 拉桿就放... 上面那格 這裡 這裡 欸... 可以了 那... 還有... 開面這個 這個就... 有點麻煩了 因為... 沒有什麼東西放 但是... 其實... 很奇怪 但是... 這樣是可以的 就是它是可以... 原浮 然後這個東西 還要跟它毫無接觸的時候呢 都可以啟動到這個東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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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搞碎機這裡呢 就應該放了引擎下去了 那... 然後呢 就要放引擎去熔爐 還有... 這個自動工作桌那裡 那... 這個時候 就要弄一大堆 那... 我猜... 應該會飛了... 會飛了整個部份的啦 都是... 那... 好啦... 就... 等一會先啦 那... 那... 就弄了... 十個熔石引擎回來 那... 這個時候就... 裝回熔石引擎下去... 木運輸館旁邊啦 嗯... 就... 開啟 那就... 放這個進去啦 那就... 搞定一個了 嗯... 這裡 那... 下一格就放這個 那... 這裡 那... 其實呢 有時候都不要建議大家 打橫弄一大堆在這裡 因為始終... 都比較難管理那些...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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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方法都幾方便的 但是我就... 嗯... 覺得... 有些... 叫什麼... 怪怪的... 不是... 更加難整... 那整的時候是非常難解的 那... 那... 我不知道這樣放有沒有問題 那...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部機運作 那... 嗯... 出回是哪一格 這裡 那... 然後就是... 嗯... 這個啦 那... 咦? 那... 那... 嗯... 那... 就放回地下 這樣 那... 然後還有哪個還沒裝的呢 嗯... 這個 那... 那... 然後... 那... 嗯... 不是... 拆掉它 應該... 放在... 天花板 咦? 不行啊 但是... 這樣... 這樣應該可以吧 然後這個 放在天花板 然後這個就... 嗯... 咦? 怎麼好呢? 拆掉這兩個 然後... 這個... 原武岩磚就放下來 然後... 然後... 引擎這樣放 我打算 沒有就不行的嘛 那... 放好拉桿 對了 那... 哪一格是沒有放到... 紅石引擎 這兩格放了 這裡放好 那... 這裡放了 還有... 這個... 自動工作台這個 那... 這個... 我猜... 放在地下應該也是 那... 就... 地下... 地下... 就... 呃... 這... 這格是嗎? 這裡 對了 那... 那這個時候呢 就... 那些... 紅石引擎應該... 製好了 那這個時候就要... 駁電線啦 那駁電線... 那... 就... 裝這些... 呃... 機器和... 運輸管 其實... 差不多都是有點麻煩的 那... 還有... 我不知道夠不夠用 通常都不夠用 這個... 數量的話 那... 那... 裝了電線之外 你簡直是... 走不進去這個機器... 的內部啊 那... 呃... 這個... 就裝去... 這... 那... 那... 就... 這樣... 這樣... 可以不可以 應該可以 呃... 怎麼放好啊 糟了 有點麻煩啊 始終都 喂... 是有點複雜才對 薄好 然後還有... 最裡面那個 這個... 鐵的... 對了 裡面那個鐵... 那個... 能源怎麼放呢 就... 拆了這個 那... 就... 欸... 拆了火把 先 那... 那... 怎麼放好呢 欸... 我猜都是後面這樣放 可能... 這樣... 對了 然後火把這個東西 始終都要放下 那... 放在哪裡 放在牆上 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那些怪呢 就... 在這裡進去應該也出不去吧 對了 對了 那... 就拼好前面那幾架的電力啊 那... 是不是很好吃電呢 其實... 咦... 不是... 充電了... 這麼快啊 那... 然後就前面這幾部機器啊 那... 這裡呢... 我故意三部放在一起 那... 就只用一條電視就可以了 那... 那... 都走回來先啦 其實我覺得應該五個... 五組線路呢 就放在... 五個方向 這樣 可能... 不要那麼... 欸... 是不是... 撩在一起一堆的機器 那就拆了下面這裡 那... 我決定呢... 就... 那... 那... 咦... 這個怎麼辦呢 那... 可以放上面的嗎 呃... 好不可以放天花板呢 這個... 不知道... 那... 呃... 這個放在這裡 那... 然後... 應該... 應該有少... 少少困難 會不會... 那... 呃... 也不會的 那... 對... 拆了它 咦... 不是... 拆了它 那... 對... 拆了這個 那... 對了... 呃... 拆了這個 然後拆了一些... 電線下來 一些光纖 其實一打就爆了 咦... 但是... 還是要走地下 不行... 那個始終還是有一條... 鐵運輸罐在這裡 所以... 然後... 我不想這樣沒有光纖 那就... 再拆多... 再拆多... 再拆多一格 其實想漂亮一點 不要看到電線在地上 就... 都可以拆低一格 就是這樣拆 呃... 然後... 從這裡出來 就... 這個位置 這裡... 就拆回上來 那... 呃... 這些... 石磚... 原武岩磚 那... 就這樣放好它 那... 是不是拆好呢 就應該拆好那幾格 然後就是前面這兩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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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纖就剩下七條 也不知道夠不夠用 那... 那... 呃... 咦... 這個... 還沒拆好 這個... 叫什麼... 呃... 這個... 紅石引擎 還有拉桿 我還沒放好 那... 就... 放在... 哪邊呢 這邊應該 就... 這樣 這樣應該可以 然後拉桿 對... 就開回去 應該可以動到 對... 然後呢 就是前面這三格 那... 那... 就拼了它 然後再想它 怎麼拼它那個主線路 那...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 建得漂亮一點 但是... 咦... 不是喔... 還有這格也沒拼好 那... 呃... 沒辦法 就用... 其實地底線路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那... 我也蠻喜歡這個想法 那... 因為... 對... 你看不到那些電線 好像沒有外眼 那... 有時候 但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我還是喜歡 建的電線 那... 就拼了去這格 那... 現在好像... 光纖用光了 那... 呃... 這個時候 沒辦法了 又要建多些光纖 這個時候 那... 就... 塞回去 那... 建光纖這件事 我猜又是... 照舊了 又是飛了去的 說真的 弄這個光纖 都幾等半下 六條 六條就一塊轉成了 有時候都... 叫什麼 有些深誒 很貴啊 那... 對... 我們拼回一些... 光纖 對... 這格 咦 為什麼放在運輸管 下去 撿回去 然後... 光纖 對... 光纖 其實光纖 也不是一個很正確的名稱 都是玻璃纖維電線 但是... 光纖好像比較好 所以我還是繼續叫光纖 那... 好了... 這兩部機就拼好了 那...還有外面這部 對... 這個簡直是難關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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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那... 這個位置不是非常的適合 是... irit... 應該這樣放放 那便 enc... 那... 兜到出來 有沒有一個可以不用用那麼多光纖的方法呢 還有 series 都有的 也行的 可以... 都是地底 用多一點地底 之後呢 你就會整整一下發現 如果你不是用地底或者用其他方法都好 你就會發現你的屋子 越來越多這些洞出現 不過這是正常現象 所以不用太害怕 駁到地上 是不是這格 之後 先拆掉 對 光纖在這裡 就拼出來 就在這裡 而且要找個位置讓自己走出來 如果真的很糟糕 你被自己的線路困住了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知道嗎 那好吧 應該全部的機器都拼齊了 那 這個應該不會有很多電 對不對 還有很多電 那算了 那這個時候 當然要試一下這部 沒有什麼 那我就剩下金紋鋒鐵石 DID 雖然金紋就好像沒有了 好的 銅來了 這時候還要介紹一下這個金運輸管 大家都知道收到紅石訊號就會走得快 所以我打算弄幾個金運輸管加快速度 好像很多怪在外面 趁它開始弄之前就先回去 真的要趕一次回去 紅石火把 金運輸管 紅石火把 為什麼經常出不到門 那些礦去到哪 為什麼好像跑馬 銅礦去到這個位置 石礦在後面追上來 不要瘋了 那... 好了 放下這些紅石 要用的金運輸管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是怎樣 讓它走過去 那已經到了 好 大家會不會覺得這隻 其實這隻Billcraft的管 也有點慢 對了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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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好像彈珠台 其實我覺得很像 對嗎 也有點像 對 銀礦在這裡 鐵就在裡面了 對 說來說去 總是覺得好像跑馬 剛剛那樣的說法 對 說回正題 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些Billcraft的運輸管 有時走得很慢 其實有隻走得快 很多的運輸管 但那隻 就... 遲些再介紹一下 那... 看看東西 動成怎樣 好了 銅粉出來了 石粉出來了 鐵粉都出來了 銀粉都出來了 嗯... 之後... 看看那邊 那些銅... 有一半 就去了前面 變成銅 那... 另一半 就進了這個... 工作桌 欸... 等一下... 這件事... 發現一個錯誤的出現 可不可以叫Bug 不行 這個不是電腦 不是Bug 呃... 有一點錯誤發生 好像 那... 銅呢 咦... 這礦在哪裡 呃... 好像不見了 那... 沒所謂了 那... 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好像不太順利 那... 那... 就下次... 不... 自己修正這個問題 下次吧 對 那... 修正問題 這件事呢 又是有點麻煩 那... 那... 我猜是不會... 修正問題這件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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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就出來就出來了 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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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那... 這個石定啦 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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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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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 那... 以後把所有的礦物丟掉 就自動出一堆這些礦物 聽我的名字好像很厲害 鐵也在來 有些燒了蒸鐵 就是這樣 這個生產線暫時用到 就是這樣 這個生產線暫時用到 小問題就自己弄掉 下次再見